眼前的这套民主森林是名震摄影江湖的威廉·埃克斯顿最著名也是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摄影剧著 这本书由世界顶级摄影出版社史泰德出版 全套有10本,1328页 收录了但也拍摄的1010张照片 这套书价格不菲 在上海最著名的艺术书店鸟屋书店的售价高达人民币8,220元 同样的金额买一台相机加镜头都绰绰有余 那么问题来了 这么多钱买一套书到底值不值呢 这套书又能给我们的摄影学习带来什么思考呢 大家好,我是吴小龙 其实关于威廉·埃克斯顿我想说的大部分内容 已经在之前的一期视频里有过完整的解读 大家一定要去反复观看这期视频哦 今天节目其实没有太多的硬核内容 我自认为是比较水的 毕竟这么大的一套画册 一时半会儿怎么可能好好讲得完呢 所以我简单的总结了本书交给我的三个知识点 或者说三个感受分享给大家 1.拍照时记得在边缘露半辆车 翻完这10本画册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发现老爷子特别喜欢拍车 各种各样的车都拍 尤其喜欢拍复古的小轿车 关键在于他喜欢在画面的一角 故意露出一辆车的一部分来 大家看这几张是不是都这样 这种构图的方法在这套书里比比皆是 为什么他要这么拍呢 要不给点时间我们一起在弹幕里讨论一下吧 那下面我来说说我的理解 我的理解很简单 就是但也想在画面中增加一些色块 那么对于城市的摄影而言 汽车是最常见也是最好用的工具 除此之外 我还发现但也也喜欢用马路牙子 人行道 或者带有斜线或者曲线的道路 来作为画面底部的分割 这个拍法很值得我们学习 因为你想 在城市里拍摄 就避免不了拍到马路 干脆就把路面和路上的车辆 作为构图的工具 以色块和线条来加深画面的可看程度 布施为一种很好的方法 当然这种方法用多了也没意思 而且时代不一样了 当年的轿车颜色都很别致 现在的轿车不一定能派出这样的效果 2.避免在阴天拍照 埃克斯顿喜欢阳光 这一点无论是民主森林 还是他的开山之作威廉埃克斯顿导读 都能够很容易察觉到照片中充足的光线 要说原因 除了他生活的美国南部孟菲斯市的晴天很多以外 最重要的是当时的彩色胶卷的感光度还做不到很高 就算到了现在 如果你玩过胶片 也会知道充足的光线对于一张胶片来说是多么重要 所以看埃克斯顿的照片 你总会觉得心情很好 充足的光线下 鲜艳的色块形成的碰撞和组合 往往给人一种真实又疏离的感觉 真要说起来 但爷的照片从拍摄技术上来说并不复杂 普通人也能学会 你只需要装个50 35或者28的定焦 把光圈缩小一点 如果机身带测光 干脆就用A档 或者就固定125分之1秒的快门 剩下的就交给你的眼睛去观察了 凭感觉按下快门就行 哦对了 你最好能有一台莱卡 三 不要关心是什么 而去关心自己的感受 民主森林一套识本 如果慢慢翻阅可能会花掉一整个下午的时间 书籍开面很大 照片印的也很大 一翻开就有一种扑面而来的沉浸感 试想 要是有那么一天 什么烦情事也没有 不用上班 不用工作 泡杯咖啡 坐在家里舒服的躺椅上 一本一本 一页一页 翻看这些照片 跟着但爷去孟非斯看看 去柏林转转 去达拉斯 匹斯堡 去他去过的各种地方遨游 这样完全投入的观看体验 是不是特别棒 这个时候 就像我之前视频里也提到的 不要去关心他拍的是什么 纯粹地去感受自己的感受就可以了 有人看到色彩 有人看到线条 有人看到结构 有人看到光影 有人看到一种对待世界的态度 说到底 民主森林只不过是一套摄影书罢了 是一千多张照片 是但也个人化的对世界的感悟 但是却又没有那么简单 放眼全球 这样大布头的摄影著作 在现在这个快餐时代太稀缺了 可以这么讲 如果不是但也 恐怕没有出版商 会有胆量出版 这么一套昂贵的大布头作品了 也没有什么书 能像此书一样 给人提供如此巨大的沉浸感 所以结论就是 如果你是一个摄影发烧友 你真的很需要一套民主森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的 民主森林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 画册系列的下一期节目 让我们继续回到大家最爱的史蒂芬肖尔 解读他这本经典合集破译照片 你准备好了吗 好的 传播摄影文化 掌握摄影知识 请继续关注我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